如果输掉游戏的代价是死 那你还会觉得这是游戏吗 就在刚刚 我收到了一条老朋友的短信 却没想到就是这条短信 让我加入了一场死亡游戏 我和小妹已经八年不见了 没想到再一次相见 却是在她的葬礼上 正当我回想期往事 一只手却搭在了我的肩上 原来是周一帆 同样是我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和她的悲伤不同 我感受到的却只有茫然 直到祭奠仪式过后 我和周一帆坐在椅子上续起了旧 她提议让我留下来首页 可我回绝了 并不是我没有时间 而是我已经习惯了孤独 就在这时 房间里一片漆黑 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 而我的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只诡异的蝴蝶 它长着非常奇怪的花纹 等到它飞远之后 旁边的周一帆对我说 夜 夜哥 我不会是眼花了吧 地面怎么成了这样 我下意识地看去 才发现地面居然成了彩色 踩一脚还有波纹出现 这让我非常好奇 伸手就摸了下去 可刚刚一碰 地面就像玻璃一样碎裂开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所有人就直接掉了下去 等我再次清醒时 竟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椅子上 房间里站满了人 这时 旁边的人传来了一声怪叫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天花板上刀吊着一个人 脑袋竟是一个红灯笼 下一秒 红灯笼居然自己转了起来 灯面上还有着不同的花响 显得十分诡异 等他停下来时 面对我们的是一只老虎 旁边的壮汉不屑地说道 什么呀 不就是一个走马灯吗 这肯定是一个恶作剧 大家都听我的 一旁的红发女子比一道 白痴 不要瞎指挥好不好 这下直接把壮汉激怒了 臭娘们 你刚刚说什么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了 人群中 一个女人的头上 居然多出了一只会说话的老虎玩偶 欢迎来到噩梦世界 我们一起玩鬼抓人的游戏吧 女人惊吓地跌倒在地 救命啊 谁来帮帮我 见壮 我便朝他伸出了手 可壮汉却一把将我推开 臭小子 给我滚开 小姐姐 不要怕 我来保护你 可突然 壮汉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团白雾 直接消失在了空气中 看见这一幕的我 被吓得完全没了神志 其他人也不比我好多少 杀人了 真的杀人了 随即转身就要去开大门 可不管怎么使劲都打不开 这时 那老虎玩偶却对生下的女人说 我们来玩鬼抓人吧 被你抓到的人就会死哦 如果你不抓人的话 我就让你死 那现在开始吧 大家要玩得开心哦 不认真玩游戏的家伙 一分钟之内就会被杀死 我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会听见这种鬼话 眼前的西装男扔出一大把钞票 他愤怒地朝着一个老虎玩偶质问道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钱 赶紧结束这一切 老虎玩偶却说 在分出胜负前 游戏是不会结束的 半鬼的女人苦苦哀求 而老虎玩偶头上的计时器正在归零 等时间一到 被他附身的女人竟然直接就爆炸了 地板上还留下了一个明显的坑洞 老虎玩偶生气地说道 就在我以为游戏已经结束时 身后的西装男却变成了鬼 所有人都因此而恐惧 西装男企图用钱来吸引大家帮助他 可大家都害怕被他杀死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就在这时 红发女却突然大笑了起来 西装男怒喝道 你笑什么 你想看着我死吗 可红发女却说 你没搞懂规则吗 还在求别人救你 可决定生死的权利 不就在你自己手中吗 西装男这才反应过来 害怕的应该是其他人才对 下一秒 陷入疯狂的西装男 一手抓在了旁人的脑袋上 瞬间抹出了他的生命 众人纷纷逃命 却跑到了一条死路上 这时 又一个人因为被鬼抓到而死去 老虎玩偶头上的倒计时也再次重置 正当西装男享受着这种 拿捏他人性命的快感时 红发女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一刀砍下了西装男的手臂 紧接着 又立刻用刀将其另一只手插在了地上 鬼被控制住了 惊魂未定的众人一脸惺喜 可下一刻 红发女却做出了令人费解的事情 他竟然用衣物包起了那只被砍下的手 我发现不对 连忙高呼着让所有人离他远点 但为时已晚 红发女拿着断手触碰到了其他人 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了 旁人开始指责起他来 你疯了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红发女举起断手朝中人冲了过来 他一脸兴奋地回答道 当然是玩游戏啊 言语间 又一个人被他用断手碰到 倒计时再次重置 他想干掉所有人 这样就能以鬼的身份获胜 趁着混乱 我让周一凡跟我一起逃离 可他却朝着红发女冲了过去 并从身后扼住了他的脖子 他让其他人夺下红发女手中的断手 可根本没有人配合他 红发女一个肘击就将他打飞了出去 还要用断手彻底杀死他 关键时刻 我冲了过去 然后奋力把周一凡撞开 这让我也摔倒在地 我有些后悔 因为红发女已经转头盯上了我 我把自己的命交到了好朋友手里 可他却辜负了我的信任 红发女拿着一截断手向我们走来 只要被那只手碰到 我就一定会死 在这种生死关头 我对周一凡说道 一凡 我的命能完全托付给你吗 周一凡满头冷汗 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我附在他耳边说出了一个计划 这时 红发女十分嚣张地向我们询问道 商量好了吗 反正都死定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弃呢 我没有理会他 转而向周一凡确认 他是否听懂了我的话 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 我俯身捡起一件衣物 然后朝着红发女冲了过去 没想到她却一脸兴奋 甚至向我张开了双臂 我把衣物扔在了她的脸上 却被对方轻易地抓住了 旁边的周一凡也挨了一脚 直接被踢飞了出去 我趁机冲到红发女的身后 并朝着被选为鬼的西装男跑去 红发女最棘手的地方 就在于那只断手上 可这样的手不还有一只吗 我伸手去取插在西装男手上的匕首 可我还没来得及拿到 就被红发女一把抓住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红发女踩着我的胸口 挑衅地质问道 你想到的方法 就这么 我擦了擦脸上留下的汗珠 笑着道 你不会以为自己赢了吧 下一刻 红发女的背后传来了周一凡的声音 丢掉那只手 不然在你碰到叶哥之前 我就会先杀了你 这就是我的计划 以自己为诱饵 吸引红发女露出破绽 可她根本不为所动 甚至露出更加猖狂的笑容 还嘲讽道 真棒的计划呀 这可真是吓到我了 下一刻 红发女手中的断手 已经碰到了我额头上 那一瞬间 我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 可我并没有死 因为被选为鬼的西装男 已经断起了 她的断手也失去了作用 没有了断手的威慑 所有人都冲上来 挟住了红发女 可她依旧一脸享受 而周一凡走到了我面前 我愤怒地抓住她的衣领 朝着她咆哮道 只差一点我就被你害死了 可周一凡冷汗直流 她先是向我道歉 又说自己不敢动手杀人 小时候 我为了保护他们 被野狗咬伤了胳膊 她也因此一直崇拜着我 想成为我这样的人 可现在 我却让她去杀掉另一个人 这让她感到陌生而害怕 我开口解释道 我只是不想死 无论如何都不想死 而下一秒 周一凡顿时变了脸色 旁边已经被绑起来的 红发女也发出大笑 因为那只老虎玩偶 居然出现在了我的头上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所有人都想要杀死我 仅仅只是因为 我有着杀掉他们的力量 我被老虎玩偶选为了鬼 只要用手触碰到任何一个人 他们就会在轻刻间被杀死 我并不想杀人 只是在思考着其他的办法 但头上的计时器 只剩下不到半分钟 如果计时结束我还没有杀人 那我自己就会死 我看向了其他人 却被周一凡拉住了手臂 他劝说我不要杀人 可其他人却趁着这个机会 一股脑冲了上来 他们控制住我的双手 将我整个人都抬了起来 还几乎疯狂地叫喊着 不能让他行动 杀了他 我一直挣扎 可并没起到任何作用 周一凡想阻拦他们 却没想到 一个女人从背后偷袭了他 周一凡的腹部涌出大块鲜血 他吃痛地跪倒在地上 我十分担忧 但我什么都做不了 而周一凡虽然身受重伤 却仍在劝阻他们放下我 可这群人哪里听得进去 他们疯狂地叫喊着 杀了他 杀了他 在计时器归零的最后一刻 我放弃了挣扎 我一直在想 在这个世界上 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在死亡的关口 我想我知道了答案 人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着 我还有朋友 还有想要保护的人 童年时握住的那双手 这一刻又握在了一起 周一凡居然主动地触碰了我的手 这样他可是会死的呀 在死亡的最后一刻 他向我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要活下去啊 不要成为鬼 而是 以人的身份活下去 就这样 周一凡死在了我的面前 我从其他人手中挣脱 计时器再次重置 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些人不仅没有感到愧疚 反而还在将责任 推给已经死去的周一凡 我捡起了他剩下的衣物 回想着他的最后一句话 以人的身份活下去 我突然明白了 看着这些人在琢磨 如何杀掉我的人 我对他们说道 我不是鬼 这游戏根本就不是鬼抓人 可他们却不愿意相信我 因为周一凡刚刚死在他们面前 我解释道 所有人都被求生欲压倒了领志 仅仅只是获得了杀人的能力 就会成为被选中的鬼吗 如果是这样 已经死去了两只鬼 游戏为什么还没结束 等我死了 下一个又会轮到谁 杀掉周一凡的女人反问道 如果你不是鬼 那之前的那些人又算什么 我回答道 不过是迷失了自我 当虎位时的长啊 而那只老虎王偶 才是真正的鬼 我伸手抓住了老虎王偶 他发出一阵诡异的叫声 终于 老虎王偶消失了 而游戏就这么结束了吗 棺材里的尸体突然复活 却又像雾气一般消散 这超乎场里的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切还得从那场游戏说起 在鬼抓人的游戏里 我们终究还是获得了胜利 通往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 所有人都兴奋地冲了出去 而我却拿起周一凡的衣物 无法接受她已经死去的事实 这时 旁边传来红发女带着讽刺的笑声 呵呵 干得不错吗 我转眼看去 她正勒着另一个男人的脖子 下一刻 她双手一松 男人无力地倒了下去 她居然没有任何犹豫地杀掉了一个人 我对她的残忍感到心惊 可她却附在我耳边说道 你不好奇接下来会是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她的对手 所幸她也没有对我下手的意思 转身就走出了大门 门口的光芒愈发强烈 我被强光照耀地闭上了眼睛 而当我再次睁眼时 眼前的一切都变了 我仍然坐在之前的房间里 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我大口地喘着粗气 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周一帆还坐在我身旁 于是我晃了晃她 却没想到 周一帆直接倒在了地上 她真的死了 梦居然是真的 周围摆满了尸体 显然是刚才死去的那些人 就在这时 大厅中间的棺材里 一道人影突然飘了起来 正是今天葬礼的主人 也是我的老朋友 小妹 她说着令人难以理解的话语 找到我吧 我对着她喊道 小 小妹 可她并没有理我 眼角却有眼泪流出 下一刻 她的身体像雾气一样消散 直到完全消失 我们剩下的这些人被带到了警察局 警官根本不相信我所说的梦中杀人游戏 因为参加葬礼的一共有53人 其中21人均死于心脏麻痹 尸体却并未发现任何服用药物的迹象 他们让我解释这一点 可我哪里说得上来 我不过也是被卷入其中的一名受害者罢了 问不出结果 警官让我回去休息 但在案子结束之前 仍要与他们保持联系 而我刚走出审讯室 就看到另一个受害者被警察挟制住带走了 他还在大声喊叫着我没风之类的话语 而审讯室里 警官依旧认为我们是在撒谎 这一定是一场大型谋杀案 可女警官却说 我们活下来的30多人里 口供完全一样 怎么可能是撒谎呢 突然 另一个警察冲进了审讯室 他向女警报告了一个消息 现场监控调出来了 有重大发现 我被一个粉发美少女跟踪了 他还要求到我家去住 如果不是刚发生了那起恐怖的梦中杀人事件 我想我一定遇不到这样的机会 这天 从警察局离开后 我来到了一家便利店购物 可空档的街道 还是给我一种不现实的感觉 就好像依旧身处梦中一样 当我走到一辆小车旁 却不经意间从后视镜看见了一道黑影 对方躲在转角的墙体后边 显然是在跟踪着我 我有些惊慌 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头看去 不出所料 对方直接躲了回去 我趁着这个时机跑出了他的视线 等他着急追上去后 我再突然从车后站了起来 并一把抓住了跟踪者 我朝他怒吼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跟踪我 可当我定睛一看 这家伙却是一个扎着双马尾的粉发妹子 我立刻松开了手 谁知他竟然直接跪坐在了地上 他揉了揉眼睛 臂脸委屈的表情 我也有些尴尬 只能向他说对不起 而他却开口道 我只是想跟你道歉 谢谢你带我们赢得了那场游戏 救了我们一命 我伸手去拉他 而他又接着说道 我叫夏花 是小妹的同学 实在抱歉 我可以去你家住吗 就这样 我带着夏花回到了家中 家里就住了我一个人 也没什么饭菜 只有泡面和啤酒 夏花拘着弓向我道歉 他说那件事过后 他不敢一个人回家 这才想到来找我 原来 夏花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 倒不是她的父母不在了 而是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夏花 即便就住在同一条街道 也不愿与年幼的夏花相认 就连他们看着夏花的眼神 都是那般厌恶 夏花觉得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甚至在小妹的葬礼上 她都觉得自己要是死了 也不用麻烦任何人为她伤心 而这时候 夏花却哭着说道 可在噩梦中的时候 我害怕到腿脚都在发乱 根本就不具备死的勇气 我将啤酒罐捏得咔嚓坐下 语气强硬地说道 不对 不是这样的 你拥有的是活下去的勇气 这可比一心寻死要了不起多了 这番话似乎打动了夏花 她的眼泪也止了下来 就这样 我和夏花两个人喝完了十多罐啤酒 她不胜酒力 已经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 而我的精神状态也有些恍惚 我们都睡着了 等我再次清醒时 眼前居然还是噩梦游戏的事发地 我们又出现在了这里 而那个疯狂杀人的红发女 此刻就坐在我的对面 房间里出现了一道异世界的门 可已经进去的人生死未卜 谁又敢冒着风险穿过这扇门呢 这天 当我和夏花睡着之后 却再次出现在了噩梦游戏中 夏花表现得很惊恐 一旁的红发女对我嘲讽道 哟 这不是咱们的救世主吗 她给了我极大的压力 这让我握紧了拳头 就在这时 旁边走过来一个肌肉男 她朝我笑着开口道 你好 我叫吴燕 听说是你结束了上一场游戏 我想跟你道个鞋 我有些疑惑 因为在上一轮的游戏里 我并没有见过她 原来 上次看见红发女 特地跟我们走在一起 吴燕就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带着其他人去了另一个方向 从她的口中 我也得知了一些红发女的消息 她叫李宁 无论在中东战场 还是缅北拥兵组织里 她都属于传奇人物 只不过 却是恶名远扬的那一类 这时 旁边又过来了两个陌生人 其中一个张口闭口 都是神鬼之说 从装扮来看 像是个神父 而另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家伙叫廖左 说话却永远只说半句 紧接着 吴燕打断了其他人的发言 她说在上一轮游戏的时候 她就已经调查过这个地方 这是一栋双层别墅 每层都有八个房间 屋内的房门可以进 但大门却是彻底锁死的 这代表着我们被完全困在了这 看样子噩梦游戏还没有结束 并且所有人都说 醒来后还看到过小妹的影子 不仅如此 我立刻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果然找出一块类似的拼图 吴燕接着说道 拼图的形状很奇怪 根本没办法拼到一起 而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偶然 拼图和人影都可能是小妹留下的线索 如果这也是噩梦游戏的一环 或许只有找到它 游戏才会结束 吴燕早已考虑到了这一点 她领着我们去了别墅的房门前 门一打开 我就看见了幽深的紫色漩涡 吴燕解释说 别墅里唯一有可能藏人的 就是这些房间 而廖佐的哥哥刚进过这个房间 却再也没有出来 红发女嘲讽着廖佐的懦弱 紧接着推开众人 静止走进了这道诡异的门里 我惊讶于她的胆大 也开始尝试着伸手触摸 因为我们并没有别的选择 紧接着 我迈着步子走了进去 等我们穿过房门 却出现在了一条古朴的老巷子里 谁也没想到 门后的世界居然有着如此之大的变化 而廖佐的哥哥廖又 也早已在这里等候着 众人本已放松了下来 可突然间 那个熟悉的人头灯笼 再次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个判官看似面善 却随意就下令斩了一名普通人 即便这只是一个噩梦 可在梦里死去的人就会真的死亡 而这都是因为那个人头灯笼 在我们进入这条老巷子后 人头灯笼又一次旋转了起来 等它停下时 正对我们的是一张脸谱 紧接着 天空中顿时掉下一块石台 李明对此感到异常的兴奋 而巨大的石台也激起了一阵浓烟 等烟雾散开 两块珠红牌匾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下一刻 一张巨大的脸谱从石台上探了出来 仅仅只是他的胡须 就足以遮天蔽日 待我定睛一看 脸谱却是一副判官模样 而我们旁边也多出来几名牙翼状的木偶 判官一拍金堂木 用着戏枪高声喊道 人数太多 双膛同审 而后 墙上的瓦筷开始了掉落 地面有着明显的震动 突然间 只见一道裂缝出现在我们脚下 所有人都被隔开 分成了两个队伍 我从地上爬起 却发现眼前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和判官之间多出了一条由石板组成的桥 而脸谱判官则是解释起游戏规则 只有单脚跳过这座桥的人 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每跳过一轮 就可以取一枚石子放在其中一块石板上 这一块石板将成为他的专属格 等每一块石板都变成专属格 他们就算获胜 其中 双脚着地者 杀无赦 踩其他人专属格 杀无赦 违规斗殴者 杀无赦 了解了规则后 一个眼睛男站出来说道 在下陈光 是15中的学生 下花有些惊讶 因为15中可是重点学校 而这时 陈光又一脸自信地说 关于这场游戏的解决方法 我已经有了完美的答案 刚才裂开的地面把我们分成了两组 每组七个人 而格子一共14个 每人只要跳两轮就能填满所有的格子 第一轮专属格少 大家都可以很轻松地跳过 而第二轮就危险了 随着专属格越来越多 每人需要跳的距离都会变远 也就是说 越早跳过去的人越安全 不过 在我的合理安排下 大家一定都能顺利通过 另一组的人也听见了陈光的话 其中两人为了争取先跳的机会 出手打斗了起来 可打人者显然忘记了规则 脸谱判官一拍金堂木 丢出了一块写着斩字的令牌 下一秒 这个打人的家伙 竟是被木偶牙翼直接拍成了肉酱 众人纷纷呆滞在了原地 气都冷 男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就算是生死当前 都还要遵循着女士优先的规则 因为此刻 我们正处于一个恐怖的噩梦游戏之中 虽然游戏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跳房子 可一旦输掉就会失去生命 而李明却打了个哈欠 仿佛对这个噩梦游戏一点也不重视 这时 旁边走上来一个穿着白丝的女人 他对李明说道 你这么厉害 可以让我先跳吗 李明轻笑着同意了 可一个男人站出来质疑 凭什么李明可以擅自做决定 他却用女士优先这轻飘飘的四个字 彻底堵住了对方的嘴 其他人都无言以对 而陈光也同意了这个说法 他对我们说道 弱者优先通过 才能让我们活下更多的人 夏花感觉自己拖累了大家 立刻站出来道歉 紧接着 我目测了一下石板桥 每格的长度大概在0.8米左右 单脚跳的话 跳过两格我是没问题的 一旁的午宴单脚一蹬 尝试着在平地上跳了一下 瞬间就跳出去一大截 然后他便开口说道 三格距离应该就是我的极限了 这可把我看呆了 单脚一跳就是两米多 白丝女已经跳过了石板桥 她的身上布满汗珠 接着走到了一座连浦石台边 并取出来一块水晶般的石子 她将石子放在了代表石板桥的图案上 这代表着对应的一格成了她的专属格 其他人将不能再踩到这个格子 否则就会被杀死 这时连浦判官对着她说道 你暂时清白 但证据不足 等你们全部走完一轮再做考虑 对面的李明不慌不忙 反而还点起了烟 她把先跳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几个男人 这让我有些疑惑 那个变态的家伙只是单纯觉得无聊 给自己增加难度罢了 下一刻 陈光终于算计好了一切 她排除了我们的行动顺序 从前往后一次是 夏花 双胞胎兄弟 然后是我 吴燕 最后是神父 以及他自己 我有些惊讶 他居然把神父和自己排在最后 这难道不是难度最大的吗 陈光笑着解释说 神父其实是退役运动员 而他是重点学院的精英 运动能力自然也很强 既然如此 所有人都赞同按照他排的顺序来挑 此外 他还将我们各自选择专属格的位置也标了出来 因为讲得太过复杂 我们也看不太懂 反正按照他说的做就行 夏花第一个跳过去 并按照陈光安排好的位置设下了专属格 我们都很兴奋 认为这场游戏已经明定了 可设计这一切的陈光 此刻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 人性的险恶在这一刻彻底展露出了獠牙 这个跳房子游戏看似简单 却因为参与者的算计而变得无比复杂 这时 吴燕拍了拍我的肩膀 因为下一个跳得到我了 我单脚踩在石板桥上 下面却是无尽的深渊 这让我心里有些恐慌 但我还是成功跳了过来 并按照规则选定了一个专属格 紧接着 吴燕也顺利跳过石板桥 然后便只剩下了陈光和神父两个人 大家都很兴奋 以为这局游戏已经赢定了 可神父踏上石板桥之后 我们的心态却发生了变化 他根本就不是运动员 每跳一格都晃来晃去的 虽然他还是成功通过石板桥 然后用石子选定了专属格 可这已经让他惊提力竭 吴燕愤怒地抓住了他的衣领 脸谱判官却猛地探出头来 如果吴燕对其他人动手 那他可就死定了 而这时 陈光也顺利地过来了 他突然肆无忌惮地大笑 接着对我们讽刺道 如我所料 你们都是一群蠢货呀 下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而我却明白 我们全都被陈光给骗了 他十分得意地接着说道 如果正常分配 当然是先走得最安全 可是有一个该死的女人 我就不可能得到第一的位置 其实 体力才是我唯一的弱项 与其和你们争抢顺序 倒不如设计好一切 我对陈光出声咒骂 可却无法阻止他拿起石子 而他还说道 为了减少人数 我可是为你们默哀了好几秒钟哦 下一刻 石板桥上浮现出了陈光的专属格 脸谱判官笑着说道 不错不错 你们暂时清白 可这让夏花跌坐在了地上 因为他根本跳不过两格距离 而双胞胎兄弟二人 更无法跳过三格 陈光把自己的专属格 放在了神父和夏花之间 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还能让大部分人跳不过去 他想把我们全害死在这里 这时 另一组的李明却向我说道 你还没懂吗 一起活下去这种信念 在这里根本不需要啊 而他的面前 已经有着足足五个专属格 因为他们组的那些人一致决定 要先害死实力强大的李明 李明对着我说道 懂了吗 要和这些家伙一起活下去 真不如自己早点去死比较好 旁边的陈光又嘲笑道 还想偷学我的办法 可惜根本没考虑到自己的队友 现在也不过是一个 只能等死的蠢活吧 而下一刻 李明单脚一蹬 嘴角挂着一抹浅笑 整个人居然非一样跳了出去 这个女人单脚一跃就跳出八米远 因为她是缅北雇佣军里的传奇人物 此时 我们正处于一场决定生死的游戏中 李明一次跳过了十格的距离 这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可她却说自己的身手有些生疏了 这嚣张的态度让其他人极为不爽 紧接着 李明向脸谱判官询问道 放上十字的地方 就是我的专属哥对吧 对方立刻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而陈光则是一脸庆幸 还好没和那个怪物分到一组 下一秒 她又开始恶心地嘲讽起我们 挣扎吧 蠢货们 这让五燕咬紧了牙关 她怒气十足地说道 如果可以动粗的话 我一秒钟就可以扭断她的脖子 这时 李明却突然开口对陈光喊道 喂 蘑菇头 看你还蛮有意思的 就让我来教教你 该怎么享受这个游戏吧 下一刻 她一把捏碎了手中的石子 将其分成足足五块 然后全丢在了代表石板桥的图案上 而真正的石板桥上 瞬间多出了五个属于她的专属哥 这把同组的其他人吓得不轻 他们立刻向脸谱判官抗议 说李明违反了规则 脸谱判官一拍金堂木 却说根本没有设下这个规则 其他木偶牙翼也高举起轻正联名的木牌 可趁着这个混乱之际 我身后的陈光却有了小动作 这被我敏锐地察觉到了 于是我立刻朝着他飞奔而去 但为时已晚 陈光已经踏上了石板桥 他兴奋地朝我们竖起了中指 这更加激发了我们心中的怒气 可没想到 神父这会儿却还跪在地上求上帝保佑 午夜怒道 你不会还以为那个家伙会考虑你的死活吧 神父一脸痛苦地回答道 神已经说了 我不会死在此地 我并不想理会这家伙 只是默默地看向远去的陈光 如果他走完这一轮 再设置一个专属格的话 就连身体素质最好的午夜 也不可能跳得过去了 这会儿 夏花哭着对我说道 你不用管我了 我累了 真的累了 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 可我没有 我坚信自己还能想到办法 我也一定要想出完美的答案 只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活下去 这个世界是有1%的精英推动的 对于陈光来说 在他生命的短短十几年里 就已经获得过无数的荣誉 他就是那1%的精英 是世界的焦点 但这个世界却恶心到让他想吐 因为无论是他的家人 老师 还是朋友 在他眼里全都是蠢货罢了 陈光不能忍受自己 跟他们呼吸着同一种空气 甚至自己的荣誉 他们也要跟着高兴 而眼下这场噩梦游戏的存在 满足了他强烈的虚荣心 只差最后一格 他就能赢得这次游戏 而其他人全都要死在这里 陈光一脸自负地说道 这就是对低等人的处刑 这个世界正在迎来新生 去死吧 蠢货们 你们就是对世界毫无贡献的蚂蚁 哈哈哈哈 可下一刻 陈光显然是高兴过了头 单脚一个没站稳 不小心踩到了其他人的专属阁上 他的身后瞬间出现了一名木偶牙翼 顿时间 血液四溅 瞧见这一幕 李明更是笑得肚子疼 这时 那个白丝女却对他开口道 人家跳不过去了 怎么办呀 只要这次能活下来 你想做什么事情人家都答应你 李明微微一笑 却伸出右脚绊倒了白丝女 对方的惨叫声回荡在这片区域 他就这么摔下了无尽深渊 而罪魁祸首李明却说道 那你起码得比我长得好看才行吗 紧接着 他扭头向其他人问道 怎么样了各位 不跳的话我可继续了 家里的猫还等着回去喂呢 那些男人并没有任何反应 李明便再一次跳了出去 这时 人群中一个疯狂的家伙冲了出来 他嘴里大喊着要死一起死 同时像已经起跳的李明跟了过去 下一刻 他踩在了一块空事板上 并伸手抓向了李明的衣物 可惜 他并没有抓到 反而是跌倒在了其他的石板上 这让他也被木偶牙翼所杀死 下花看不下去这残忍的一幕 立刻扭过了头去 李明倒没有悲天敏人的功夫 他把石子分成三块 并分别扔到了还空着的三个格子上 十四个格子被全部填满 他获得了游戏的胜利 脸谱判官又拍金堂木 接着对李明说道 你倒是清白之人 可竟还有如此多的大奸大恶之辈 给我上行 杀无赦 而后 剩下的几个男人全被木偶牙翼围了起来 血腥的场面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五燕感到十分头疼 可我突然眼神一亮 正因为规则严格 所以这游戏也格外的简单 这个女人正在抽烟 她却转眼对着一张脸谱说道 下次能不能来得难点的游戏 每次才死这么点人 很无聊的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跳房子游戏 输掉游戏的代价就是死 而神父先行跳到了自己的专属格 我对他大喊道 这就是对你欺骗我们的惩罚 下一刻 我做出了起跳的动作 可五燕却拦住了我 他对我说道 神父还没跳完呢 我回答说 对啊 可是规则并没有规定必须单独跳 李明通过捏碎石子这件事 已经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规则很严格 但做规则之外的事情是不会受到管束的 其他人仍然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因为一旦错估规则 代价可就是自己的命 于是我接着告诉他们 其实刚才李明起跳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有人为了抓住李明 跟他同时跳了上去 而他之所以被杀死 却是因为摔倒后碰到了别人的专属格 也就是说 大家同时跳是被默许的 他们这才被我说服 所有人一同跳在了石板桥上 这时 夏花开口道 可是 我们还是没办法跳这么远了 我扭头鼓励他 然后跟五燕和神父把双臂搭在了一起 我接着说道 只要我们彼此支撑着连成一道桥 就可以让跳不过去的人爬过去 这一刻 夏花的眼里布满了喜悦 我也很是兴奋地开口道 来吧夏花 我们回家 终于 我们成功地通过了石板桥 随着砖鼠格被填满 脸谱判官也笑着喊道 真相大白 退堂 下一秒 他直接化作一阵浓烟 彻底没了踪迹 而地上的裂缝也消失不见 反而是两道大门突然敞开 其中一道门内满是金光 另一道门里却有着黑色漩涡 很显然 这是继续游戏与离开噩梦的选择 李明毫不迟疑地走向了黑色大门 等到了门边 他却疑惑地开口道 难道没人有兴趣和我继续玩话吗 可一旦输了就会丢掉性命的游戏 又有谁敢继续呢 这时 五烟握上了我的手 对我表示感谢 夏花也一脸期待地喊了我的名字 我反问他怎么了 他的眼里顿时有着泪花翻涌 我这才明白 便对着他说道 走吧 我们回家 童年的捉迷藏游戏 给我留下了噩梦般的阴影 那么 还有谁想跟我捉迷藏呢 我叫小妹 很小的时候就被自己的母亲送到了孤儿院 我告诉妈妈 自己并不喜欢这里 可妈妈却对我说 小妹 这是妈妈的工作 你要听话 别乱跑 妈妈摸着我的头 可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在新环境中 我如往常一样孤独 直到一个叫紫叶的男孩 主动邀请我加入他们 我跟他们玩着捉迷藏 可当我本想躲在草丛里时 这里却已经躲了其他人 我只能去找别的地方 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家伙给我指了方向 那是孤儿院里的一座灯塔 眼看躲藏的时间快要结束 我只能跑进了灯塔里 这里一片漆黑 氛围很是阴森 我有些害怕 却因为捉迷藏游戏而不敢出去 可我并没有注意到 门缝里有一只眼睛正在注视着我 直到他来到了我的身后 我这才惊觉 而后我便看到了这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一幕 那是一个披头散发的红衣女鬼 我吓得眼泪直流 转身就跑了出去 却不小心跑到了一条死路 可红衣女鬼仍在追我 她红色的高跟鞋在地板上踩的咔咔响 而我已经躲进了旁边的柜子里 我从柜子里望着外边 红衣女鬼正在周围巡视着 在我惊骇的目光中 她向着我所在的柜子伸出了手 我恐慌极了 伴随着柜门打开 我发出了一声尖叫 可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子叶他们 而下一刻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好像没看见我一样 嘴里还说着 奇怪了 小妹怎么不在这里 我刚才看到她躲进这边的 原来 他们都被红衣女鬼捂住了眼睛 我发出刺耳的尖叫 这却让还在外边的子叶等人听见了 他们走进灯塔 这才找到了柜子里的我 我哭着说自己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 玩捉迷藏的时候大家都找不到我 明明我就在这里 子叶却笑着对我保证道 如果有一天你不见了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 我这才止住了眼泪 九年后 我死了 参加我葬礼的人都进入了一场噩梦游戏 而这已经是子叶第二次从噩梦游戏中醒来 他们庆幸地自己活了下来 而我却再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我向他们发出了捉迷藏游戏的邀请 找到我吧 旅行你的承诺 这是一场离奇的葬礼 参与者死亡达到半数以上 而死者的尸体也离奇失踪 只因为所有人都被卷入了一场诡异的噩梦游戏 而我们这些幸存者 则是被带到了警局里 这时 女警官走了出来 她将记事本往桌上一方 接着平静地说道 总之我先道个歉 很抱歉此前质疑了大家的话语 没能给你们提供帮助 对不起 而我打断了她的话 询问其他还没到的人 女警官却说 除了李明无法联系道 其他人已经全部确认死亡了 武燕摆了白手道 李明估计就没从噩梦游戏里出来过 而旁边的上班族怒气不减 现在说这些有屁用 我们早晚会死在梦里 坐在沙发上的粉发男这种时候还沉迷女色 嘲讽着说道 他们起码能给你收尸啊 这话就仿佛导火索 两人立刻扭打在了一起 女警官一拍桌子 将这种兜殴行为制止了下来 她怒喝道 你们是不是忘了这是哪 可所有人都很悲观 因为他们已经见识到了噩梦游戏的可怕之处 而双胞胎兄弟却笑着提出 只要找到死者小妹 噩梦游戏就会结束 因为每次完成游戏后都会得到一个拼图 但这个时候拼图已经不见了 武燕解释说 那东西并不能带回现实 只会在噩梦游戏中存在 女警官突然开口问道 等等 你们是说找到小妹游戏就能结束吗 但这只是我的推测 因为每次从噩梦游戏中醒来 都会看到小妹的影子 还叫我们去找到她 女警官接着说道 那如果在现实中找到小妹呢 虽然小妹的尸体已经失踪了 但我们正在拉网搜查 想必很快就能找到 可我依旧有些怀疑 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审问结束后 所有人都陆续离开了警察局 我单独叫走武燕 并对她询问道 你觉得噩梦游戏结束的关键 真的是小妹的遗体吗 她诧异地反问道 怎么会 如果是这样 那梦中游戏还有什么意义 而且 我们第二次醒来后 小妹的影子离我们更近了 如果影子到了我们面前会怎样 原来武燕为了测试影子的含义 而尝试催眠了自己 没想到也进入了噩梦游戏 我有些惊讶 然后告诉她这样太危险了 万一碰到需要团队合作的游戏 可就死定了 于是 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明白她想跟我合作 下一刻 其他人也走了上来 他们的心态很好 现在还想着出去玩 武燕挥了挥手就离开了 双胞胎兄弟提议去脱衣酒吧 武燕却对这些不感兴趣 只是在心底默念 你真的能一直背负着他们前进吗 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 蓝粉色灯光烘托出一种暧昧的气息 我看着热舞的人群扭动着他们的肢体 却突然听到一声冷哼 我扭头一看 夏花已经满脸傲娇地偏过头去 我慌忙解释自己只是在想事情 而旁边的双胞胎兄弟 则是对神父问道 我介绍的小姐姐好看吗 神父红着脸沉默 随后端起一杯洋酒喝了下去 这时 舞台上的歌手却喊廖佐上场 在音乐的节拍下 人群狂热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廖佐也一脸自信地登上了舞台 我转头对廖又询问道 你的弟弟这么受欢迎吗 廖又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反而是舞台上的廖佐高喊道 我有个朋友想为大家献搁一手 让我们欢迎他吧 旁边的神父突然站起了身 他显然是喝醉了 整张脸比猴子屁股还要红 随着他摇摇晃晃地走上舞台 他拿起话筒后却说道 唱歌之前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其实 上帝是不存在的呀 他妈的他不存在呀 人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而廖佐迅速打起了蝶 酒吧内的气氛被烘托到了高潮 神父也唱起了一首英文歌 夏花却开口说道 神父他 他看起来好难过呀 这时 廖又反对我问道 紫燕 你觉得阿佐怎么样 我回答说 这么讨喜的性格 在哪里都能过得很好吧 廖又接着道 其实他是一个极度孤僻的小孩 和别人聊得来只是因为有我在 如果他一个人待着 内心就会十分孤独 继而感到崩溃 夏花笑着说道 但是他有你啊 全天下最好的哥哥 廖又摇了摇头 他无法想象自己要是不在了 弟弟将来该怎么办 夏花转而对我说道 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对吧 而我陷入了沉默 许久之后 我们离开了酒吧 而神父已经喝得烂醉 众人本要分别之时 他却喊住了我们 还一个不小心跪在了地上 双胞胎兄弟正要去扶他 神父却哭着道 别扶我 我这种人就应该跪着 紧接着 他向我们说起了 噩梦游戏中的事情 原来跳房子游戏时 他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 跟晨光合伙欺骗了我们 可我们还是不计前嫌 将他一起救了下来 看着他发自内心的忏悔 双胞胎兄弟也对其进行了安慰 夏花笑着说道 不管怎么样 大家一起活下去就好了 就这样 我们回到了家中 可夏花和我还在出租车上就睡着了 这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下一场噩梦游戏 这个女人居然出现在了南庚一室 被我看到之后还一脸平静 只因为我们正处于恐怖的噩梦游戏之中 这是我第三次进入噩梦游戏 来到游戏大厅后 眼前全是熟悉的面孔 这时 神父突然开口道 神说 团结力量大 没想到众人反而发出一阵嘲笑 另一边 粉发男的老婆和情人正在发生争吵 可我却注意到在场这么多人 午燕并不在其中 李明走上来回答了我的疑问 他说 这段时间午燕和我一直频繁参与游戏 不过刚才他似乎回去了 我疑惑着问道 可前不久我才刚在现实中见过他 李明挠着头解释说 这里的时间跟现实并不同步 一时半刻解释不清 紧接着 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交易 在这次游戏之后 让我去一个地方 而作为报酬 他会全力帮助我活下去 我并未答应 可他却改口道 那我换个说法 如果你拒绝 这次游戏我会全力针对你和你的朋友 我无奈之下只能答应这个不平等的交易 于是 所有人再一次走进了那扇黑色的门里 下一刻 我们出现在了一座水上乐园 人头灯笼也再次现身 这一次 灯笼上的图案是一条鱼 水中顿时有着气泡鼓起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一个机器人骑着玩具鸭子浮上了水面 机器人看着我们说道 穿成这样还怎么玩水 快去换衣服啊 众人来到更衣室中 并纷纷脱下自己的衣物 可我在路过一个隔间的时候 却看到了熟悉的飘逸红发 李明居然也在南更衣室 我正要询问 对方却转过了身子 下一刻 我就看到了无比震惊的一幕 那是一头非洲象 李明笑着说道 瞎子都看得出来我是个男人吧 等到了外边 所有人都把目光聚向了李明 这家伙居然是个男的 而旁边的夏花却向我询问 这会不会太漏了 我和他对视一眼 夏花却捂着脸跑开了 下一刻 机器人的喊声让我们注意到了他 他拉出一道横幅 而这就是此次的噩梦游戏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憋气游戏 憋气的时常关乎到我们的积分 排名越高 扣除的积分越少 一旦积分归零 脖子上的项圈就会爆炸 这就是我参与的第三场噩梦游戏 机器人NPC正在向我们讲解游戏规则 在双方玩家都同意的情况下 玩家之间还可以互相交易积分 我转而问道 那么游戏怎样才算结束 机器人却说 在他的积分归零之后 游戏就会结束 双胞胎兄弟对这个规则感到很简单 因为NPC只有一个 而我们人数多 有这么多积分可以交易 李明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这游戏想要获胜是很难的 而我并未说出自己的想法 只是让他们尽量憋气到极限 因为第一轮的成绩会非常关键 下一刻 机器人静止跳入了水中 他又补充了一条规则 比赛过程中不能干扰他人 违规者将会直接被杀死 噩梦游戏就此开始 泳池中的一道漩涡将我们卷到了水底 而我们可以扶住墙壁上的把守 避免直接扶到水面上去 当我还在思考着如何获胜时 我们这边却已经有人撑不住了 上班族第一个出局 但NPC也立刻扶了上去 这让我放心了下来 随着一个又一个人憋不住气 第一轮的分数也确定了下来 夏花却向我道歉 说这是他的极限了 我笑着告诉他已经赢定了 这时 那个粉发男嘲讽道 你们是猪吗 那个NPC下轮就会死啊 因为这一轮下来 NPC就只剩下十分了 如果下一轮他还是第十的话 那游戏就结束了 而NPC告诉大家现在是交易时间 询问是否有人交易分数 粉发男说我们都不需要交易 可上班族只剩下九分了 如果这一轮他还是先出局 那就一定会死 夏花问我可不可以帮他 我本想交易一点分数给上班族 李明却按住了我的肩膀 他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道 不要管他 下一刻 NPC开口道 既然不交易 那就继续游戏吧 我们又一次被卷入了水池中 只是噩梦游戏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憋气游戏 憋气的时常关乎到我们的积分 排名越高 扣除的积分越少 一旦积分归零 脖子上的项圈就会爆炸 而我们刚刚进行过一轮这样的游戏 这已经是第二轮了 这时 那个上班族已经憋不住了 上一轮他就是第一个出局的 如果这一次依旧是他最先浮出水面 那可就死定了 情急之下 上班族游向了机器人NPC的身边 只要NPC死了游戏就能结束 可他显然忘记了游戏规则 干扰其他人是不被允许的 下一刻 上班族脖子上的项圈直接爆炸 猛烈的水花炸开 而他的身体更是被一只巨大的玩具鸭吞入了口中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 NPC所憋气的时间已经远超上一轮了 难道上一轮并不是他的极限吗 没过多久 众人就憋不住气 纷纷浮上水面 大家所剩余的积分也再度减少 粉发男开始慌了 因为他只剩下五分 如果没人给他积分 那他就死定了 而他之前还说会把积分给自己的老婆 现在却贪生怕死 可惜并没有人愿意给他分 这气得他破口大骂 你们都是死人吗 赶紧给我积分啊 不然的话 大家都别想好过 这时 粉发男的情人站出来说话了 潘文汉 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关心我吗 可粉发男却装作一副不认识对方的模样 毕竟自己的老婆还在身旁呢 金发女摸着自己的肚子说 那你知不知道 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粉发男怒骂道 那一定不是我的 看他那个婊子呀 鬼知道肚子里是谁的野种 众人纷纷对粉发男发出指责 可金发女却已经绝望了 他歇斯底里的吼叫着 下地狱去吧 你们都给我下地狱去吧 我要将我这一分给NPC 下一秒 他的积分归零 脖子上的项圈直接爆炸 而NPC的积分也增加到了六分 这代表下一轮 NPC已经死不掉了 而这也让粉发男受到了启发 他对我们威胁道 反正你们不给分 我和我老婆这轮就会死 不如将我们的分给NPC 要死大家一起死 既然他活不了 那大家都别想活 一旦假人拿到他们的分数 那游戏就还要进行三轮 假人当然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情景 这场游戏当中 自己的同伴在这个时候 毫无疑问就是累赘 赵子叶管不了那么多 随即交代李明出四分 他自己则出七分 以此来和潘文汉进行交易 潘文汉见计划得逞 也是十分高兴 即使他老婆 还是对刚才的事情耿耿于怀 随着交易结束 第三轮的游戏也即将开始 大黄鸭还在打盹 又是一把羽毛被拔了下来 大黄鸭还在心疼羽毛 夏花和神父已经坚持不住了 第三轮也就此结束 这一轮总算是坚持了过来 场上的分数也定了下来 假人就剩下一分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轮游戏了 假人看着自己只剩下一分 跪在地上直呼自己完蛋了 夏花也来向赵子叶道歉 赵子叶让他不用担心 剩下的分数已经足够了 潘文汉急了 生怕赵子叶忘了他们 然而他和老婆都只剩下一分 即使都给假人 也没有什么作用了 赵子叶不再管潘文汉 开始安排接下来的交易 夏花需要七分 神父需要四分 李明给赵子叶一分 剩下的就要靠料左他们了 潘文汉见状改变了战术 开始求赵子叶他们帮忙 而他老婆在旁边见他没骨气的样子 开口讥讽 潘文汉只想活下去 转头就开始吵架 多年的憋屈也抒发了出来 他老婆早就看出来了他的想法 只不过还对他抱有希望 赵子叶这个时候过来 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们 廖左的哥哥和潘文汉老婆交易七分 而他的分数也只剩下两分 潘文汉还以为他要来挖墙脚 但是情况突变 潘文汉的老婆拒绝了交易 而这交易失败也让分数回归到了系统 和潘文汉说着话 他的老婆已然放弃了活下去 将自己的分数送给了潘文汉 而他的分数也来到零分 砰的一声 死在了潘文汉身边 而他不但没有丝毫感激 还在那里嫌弃血液溅到了他的身上 这样恶心的人也彻底激怒了赵子叶 赵子叶从李明那里要来了六分 假人催促着他们赶紧交易 手握十分的赵子叶 冷冷地看着潘文汉 你不是想要分吗 那就成全你 潘文汉一听十分激动 催促着赵子叶赶紧把分给他 随着分数上涨 潘文汉来到了八分 但是以他的实力 要九分才够啊 这是真的杀人诛心 给予他希望又让他绝望 这点赵子叶和假人倒是相似 最后一轮游戏开始 水底下假人突然开口 原来他在水底下也可以说话 只不过会喝很多水 赵子叶奇怪 他要干什么 假人自顾自说着 这最后一轮 他是要向赵子叶他们交代一言 他这次要拿第一 赵子叶先是一惊 随后冷静了下来 假人的极限只有第五名 他赢不了 谁知道 假人早就知道了他们的想法 他早就准备好了应对的方法 脱下自己的泳裤 把自己绑在了把手上面 而这就是假人取胜的方法 他居然是要把自己淹死在水里 这一下赵子叶慌了神 只要假人的尸体不浮出水面 那么他一定会是第一名 但是大家的分数 已经不足以支撑 他们继续 赵子叶现在也没了办法 只能绝望地捂着脑袋 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 廖又游到了赵子叶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自己要上去了 他决定牺牲自己 廖左还在一旁为失败而哭泣 刚抹掉眼泪 感觉有人拍自己的头 一睁眼 就看见哥哥 马上就要游上去了 廖左急了 冲上去想救哥哥 但是被身后的赵子叶拉住 只是示意廖左闭上眼睛 不要去看了 砰的一声 廖右的脑袋炸开 游戏到此结束了 上来 潘文汉还在为自己活下来了 而高兴 但是其他人都低着头 赵子叶他们 确实活了下来 他们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活下来的代价有多么大 如果没有廖右的牺牲 那么所有人都会留在这里 及时的出租车上 司机这时候 看向后视镜 猛地杀住了车 本来看赵子叶 他们一直昏迷不醒 司机师傅 打算送他们去医院 还好他们没事 二人没有回应 外面还下着暴雨 赵子叶打开车门走下了车 独自跑进了雨中 只留下下花一个人 结算了车费 噩梦中 廖左一拳打向赵子叶 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死死抓着赵子叶的肩膀 神父赶紧上来劝阻廖左 李明也承认了 廖右明智的选择 当时的情况 没有多少时间 让赵子叶思考对策了 潘文汉小人得志 还在嘲笑赵子叶 如果不是他把分数给了潘文汉 那他也活不到现在了 廖左浑身颤抖 但是结局无法改变了 他只能痛苦地嘶吼 雨还在不停地下 赵子叶在雨中狂奔 他眼神空洞 想着向廖左解释 然而他的内心却十分矛盾 要怎么解释 都是赵子叶 想要惩罚那个人渣 所以没有多余的分数 去救其他人 赵子叶还在为自己开脱 他不是想要惩罚 但是他怎么能说服自己 几次游戏的成功 让他自负 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不自觉地享受 玩弄他人生命的快感 他喜欢这种被崇拜的感觉 但最后却救不了任何人 只能看着他们去死 这样的赵子叶和潘文汉 没有区别 甚至比他还要愚蠢 还要伪善 他这个时候 只想见到廖左 赵子叶停下了脚步 回过神来他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知道 廖左住在哪里 在雨里面奔跑 也只是发泄情绪 来进行自我安慰罢了 赵子叶放弃了 放弃了去寻找廖左 也放弃了自己 追上来的夏花 只是站在赵子叶的身后 而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回去吧 警察局档案馆内 男姐还在寻找线索 终于是找到了小妹父母的资料 小妹的爸爸 王文君是细胞生物学家 而妈妈陈婉 则是神经学博士 这样的家庭十分显赫 时间回到十四个小时之前 赵子叶来到男姐面前 说自己想起来一些事情 她和小妹 是2011年 在灯塔孤儿院认识的 但是小妹并不是孤儿 只是她的父母在孤儿院工作 奇怪的地方是 赵子叶并没有见过他们 男姐记下了这点 就来到了档案室 她很奇怪 为什么科学家会在孤儿院工作呢 然而这个时候 男姐发现了一条惊人的线索 小妹的父母 在2009年的时候 就无故失踪了 但是小妹并没有什么领养记录 赵子叶说是 2011年认识的小妹 那当时小妹的父母 究竟是什么人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有人来到了男姐的办公室 而男姐为了查找线索 黑眼圈都熬了出来 来人还在调侃 男姐让她少废话 赶紧把她要的资料拿过来 随后男子坐了下来 将手中的资料交了过去 赵子叶是孤儿院最后一批孩子 八年前的一场 大火烧毁了孤儿院 也死了不少人 但是 本来属于自然灾害 所有的尸体 却都诡异地笑着 他们的死因 不应该是火灾吗 男子摆了摆手 当时的法医鉴定之后 所有尸体 并不是死于火灾 真正的死因是 心脏麻痹 男姐一惊 怎么跟现在的情况一样 难道 噩梦游戏 从八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赵子叶一个人趴在床上 外面的雨 还是没有停 夏花放好了热水 叫赵子叶去洗个澡 担心他会感冒 但赵子叶没有任何回忆 夏花不禁失落起来 不过猛地拍自己一下 夏花知道现在他需要振作起来 然后接着在门口和赵子叶说话 正说着 赵子叶起来了 但情绪并没有好转 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他想和廖左道歉 但是他又说不出口 果然他天生就适合一个人待着 夏花听到这些话 也不再坚持 转身离开了 夏花躲进卫生间一个人哭 他也恨自己不会安慰人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接起电话 是神父打来的 他询问赵子叶的情况 夏花如实告知 神父也只能叹气 随后夏花问起廖左 神父已经在廖左家门口 待了三个小时了 无论他说什么 廖左都不愿意开门 更是没说过一句话 看着外面恶劣的天气 夏花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 这石门铃响了 夏花跑去开门 打开门之后 来人问道 这里是赵子叶的家吗 赵子叶还在屋子里 突然听到夏花的叫声 随即自己的房门就被打开了 两个外国人走了进来 他们手上戴着统一的手套 老黑的肩上 还扛着晕过去的夏花 他们来这里 就是要赵子叶和他们走一趟 赵子叶一惊 这两个人来者不善 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们 顺手拿起旁边的棒球棍 开始和那两个人对峙 老白举起双手 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给夏花打了镇定计而已 不会让他入梦的 话没说完 赵子叶的身上就挨了一针 随后赵子叶昏昏沉沉的 也倒了下去 原来是老黑出手了 他觉得老白太麻烦了 直接打晕带走就好 老白也只是因为不想背男人 所以选择和赵子叶谈话 两个人把赵子叶搬到楼下 放进了车里 老白问老黑怎么处理夏花了 老黑只是将夏花送回了屋里 他们的目标只有赵子叶 刚准备开车 老黑发现他们被跟踪了 老白说不用在意 只是一个小虫子罢了 随即开着车就离开了 角落里潘文汉目睹了一切的发生 警察局长办公室里 南姐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情况 特地来向局长申请更高的权限 谁知道警察局长已经将案件交给了专案组 南姐已经不用再查这个案子了 只需要好好休息就行 南姐十分不甘心 还想去专案组交接情报 局长一听就变了脸色 边上的男人见局长动了火 拉着南姐就准备离开了 南姐不管那么多 给局长交代了两句就要接着查 毕竟这可是他老爸 局长一听彻底火了 一点规矩都没有 扬言南姐要是接着碰这个案子 就直接让他停职 南姐也不服软 对着局长破口大骂 男人好不容易才将南姐拉走 关上门 局长好一会才消气 他拿起桌子上和南姐的合照 盯着看了好长时间 喃喃自语道 噩梦是会传染的 赵紫叶这边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由于被蒙住了双眼 醒过来的赵紫叶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 老白解释他们没有恶意 只是需要赵紫叶来帮个忙 老黑把赵紫叶扔到椅子上 解开了缠在他眼睛上的布子 赵紫叶这才看清面前的场景 只看见李明正躺在一个奇怪的仪器之中 老白解释说这些设备的存在 都是为了帮助李明可以长时间的待在梦里面 赵紫叶问起夏花的情况 他们也是如实回答 也透露出一个信息 李明将自己陷入沉睡 就是一直在进行噩梦游戏的实验 老白从口袋中掏出一个U盘 插在了电脑上 噩梦游戏远没有赵紫叶想得那么简单 随着画面逐渐清晰起来 2011年的霓虹海区域 检测部门收到来自深海区的异常信号 在信号的源头发现了失踪已久的一艘渔船 当搜救队赶到时 原本33人的渔船只剩下了11人 幸存者的脑电波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并且一直高喊着BD 而巧合的是 1990年的一座小岛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赵紫叶问什么是BD 老白解释道 他们被称之为梦之子 也是邀请他们进入游戏的 一种特殊的存在 赵紫叶没想到 噩梦游戏居然是人为操作的 然而 老白却否定了赵紫叶 BD究竟是人还是什么纸带性的东西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人见过BD 赵紫叶奇怪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知道这些 老黑为了保密 没有告诉他 只是让赵紫叶接着看视频 这次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研究人员 而他研究的项目就是解开BD的谜团 人在熟睡中 在高低频脑波的交替下 会产生梦境 但梦只是一种错觉 也可以说是 另一个维度的世界 和现实生活 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只亏得其中一角 而BD的出现 像一把刀 切开了隔阂 让梦流入现实 并且扭曲了现实 如果在梦里变成了蝴蝶 BD就会让你 和蝴蝶在现实中融合 你也永远不会沉睡 也不会醒过来 而梦的最终作用 就是满足愿望 画面到这里就结束了 赵紫叶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起身抓住老白 他认为 小妹葬礼上的噩梦 就是他们搞的鬼 然而 老白只负责收集资料 他也是调查 噩梦游戏的人之一 而李明 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李明追踪信号 来到小妹葬礼 随后发生的这些事情 也改变了老白 最开始的看法 最近这段时间 老黑他们和李明 一直在研究 这个噩梦的运作机制 每次出梦 李明都会记录下来 梦里的东西带不出来 而且 梦里的时间也不同步 老黑他们 很难和李明取得联系 李明将自己的手划伤 以此进行测试 在梦里 伤痕虽然消失了 但是手上的痛感 却没有消失 通过这个发现 他们在李明的手臂上 连接了微电流 每过24小时 就提醒李明 结束梦境 到现在 已经进行了四场梦境 只是到了第五场 就遇到了麻烦 说吧 带着赵紫叶 来到另一处地方 老黑掀开帘子 赵紫叶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全是五燕 五燕死状 十分凄惨 像是看见了 什么恐怖的东西 老白他们知道 五燕也在进行测试 通过五燕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无论有没有游戏 第五次出梦之后 小妹的影子就会出现 这时候 游戏就会彻底结束 和五燕一个下场 老白将赵紫叶送回住处 拜托赵紫叶下次入梦的时候 通知李明 老白没想到赵紫叶这样的人 居然会得到李明的关注 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回到住所的赵紫叶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夏花见赵紫叶回来了 激动地抱住了赵紫叶 他还以为赵紫叶回不来了 然而 赵紫叶的心情并不好 他接受的信息量太大 自己还没有消化 而屋内南姐正坐在里面 看着赵紫叶一副死人脸 也是一顿调侃 赵紫叶已经彻底放弃了 他不想和南姐再交流什么 就下了逐客令 南姐早就料到了这样 开始不断用言语 刺激赵紫叶 再说到廖又的时候 赵紫叶终于是忍不住了 猛的挥拳砸向墙壁 他也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办了 不管怎么挣扎 最后都是要死 而他们只能接受死亡 做不了任何的反抗 赵紫叶现在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 他无法阻止这一切 南姐却缓缓起身 告诉赵紫叶 他已经知道了 他们寻找的答案在哪里 此时廖紫的家中 无论警察怎么敲门 廖紫就是不开门 没有办法 警察准备强闯 神父也十分担心廖紫 两个警察死死按住廖紫 廖紫破口大骂 让他们滚开 已经有人来抬廖又的尸体了 廖紫无法忍受哥哥的离开 他不相信自己的哥哥死了 而此时的廖紫说话 也已经完整了 南姐车上 南姐向赵紫叶 分享了自己搜集到的线索 线索断在了小妹父母身上 所以询问赵紫叶 有没有什么回忆 在赵紫叶的记忆中 和小妹谈论父母的过程 被小妹保姆打断了 而且当时的场景 让她记忆犹新 因为保姆看着小妹的样子 就像在看着一只虫子 南姐分析了出来 小妹在孤儿院 还有保姆 看来她的父母 就是在孤儿院上班 赵紫叶也表达了肯定 而且一到晚上 孤儿院就变成怪物一样 南姐问小妹 父母住在哪里 赵紫叶也不清楚 小妹说 家里只有她和保姆在 所以不喜欢回家 此时 南姐怒火中烧 可恶的老头子 还是没有给她查阅权限 气得南姐 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车子差点失控 南姐也是十分不好意思 随后 她又询问起 八年前的那场大火 但是赵紫叶对这件事 反而没有任何印象 南姐不敢相信 这么大的事情 赵紫叶一点线索 都提供不了 没有办法 当时的赵紫叶 可能陷入了昏迷 在那场大火之中 孤儿院所有的大人都去世了 但是孩子们却都安然无恙 这种奇怪的情况 好像是大人们在保护孩子 然而南姐却说 大人们都躺在火场 而且死于心脏麻痹 没有机会去救孩子 开车不看路的南姐 差点就翻了车 终于到了孤儿院 南姐的车迹 直接让赵紫叶下车救吐 时隔这么久 故地重游 荒废了这么久的孤儿院 早已经看不出当初的模样 赵紫叶的心中 也没有了什么感觉 南姐丢给两人手电筒 准备开工了 三人走进孤儿院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地方看着虽然不大 但是感觉阴森森的 夏花害怕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南姐回头把光打在自己脸上 故意恐吓夏花 胆小的夏花 被吓得尖叫 反应过来是南姐的夏花 差点没气死 赵紫叶觉得 来这里没有什么意义 说不定就是无功而返 南姐却十分自信 孤儿院自从那场大火之后 就再也没有重见过 说不定 这次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呢 赵紫叶继续搜寻着线索 站到窗户旁边 往外面看去 赵紫叶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当即就往楼上跑去 南姐生怕年久失修的楼梯 承受不了 急忙劝阻赵紫叶 但是话还没说完 赵紫叶人已经上去了 赵紫叶按着记忆中的路线 来到了一个房间 追过来的南姐和夏花 责怪赵紫叶鲁莽 只见赵紫叶坐在床板上 嘴里说道 灯塔 是灯塔 南姐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什么意思 看向外面 从这个房间的角度 刚好可以看见 外面烧焦的灯塔 这个时候 南姐总算是想明白了 灯塔肯定有问题 说吧就要去那边看看 夏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前往灯塔的路上 问南姐 南姐解释说 明明灯塔的周围 都是水泥地 没有小树林的存在 按理来说 大火根本烧不到灯塔 但是灯塔还是被烧了 所以 那里隐藏了什么东西 夏花这时候 才恍然大悟 南姐问赵紫叶 那个灯塔的作用是什么 赵紫叶也不清楚 只知道 那里是禁区 大人们不让小孩靠近 每天晚上 小时候的赵紫叶 就会看着灯塔入睡 看得时间久了 赵紫叶会觉得 灯塔慢慢来到了 自己的眼前 而灯塔 好像有生命一样 看着赵紫叶 有一次他偷跑出去 来到灯塔旁边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没门没窗 所以也进不去 但是这个时候 赵紫叶在墙上看到了一个诡异的影子 他很确定 那并不是他自己的影子 你想做什么吗 影子突然张口 赵紫叶瞬间变了眼神 他捂住脑袋 感觉大脑嗡嗡作响 夏花察觉到了赵紫叶的不对劲 赵紫叶的头越来越疼 影子的话 还在脑海中不断回响 夏花见状 赶紧来扶赵紫叶 难解看赵紫叶 没办法再前进 就准备自己一个人 先去前面 赵紫叶强忍着痛坚持要继续前进 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段记忆 年幼的自己问道 什么梦都可以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赵紫叶先是要了自行车 又要了大鸡腿 还想要见到爸爸妈妈 然而最后一个 赵紫叶想要的 居然是逃走 他不知道 自己从哪里来的这些记忆 自己小时候 被妈妈抛弃之后 有好心人 把他送到了灯塔孤儿院 在这里 他认识了很多朋友 还成为了老大 本来大家都可以快乐地生活下去 但是孤儿院并不太平 赵紫叶在晚上会吐掉发的糖果 还会再有人来到房间时装睡 他知道 在这个孤儿院中 有某种奇怪的东西滋生了 年幼的赵紫叶面前 站着一个奇怪的影子 影子不停地重复 你想做 什么吗 赵紫叶喃喃道 火 火 影子燃烧了起来 并且很快就被大火吞噬 火势十分凶猛 不一会就将整个孤儿院吞噬了 赵紫叶惊醒 却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赵紫叶环顾四周找自己的朋友 外面一个护士看他醒了 就叫人来看他 护士扶着赵紫叶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赵紫叶捂着脑袋痛苦大叫 护士急忙叫来了医生 赵紫叶抱着脑袋 让所有人都出去 警告他们不要去碰那个影子 护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医生健壮 只好决定对赵紫叶使用药物 然而副作用是会改变赵紫叶的性格 与其让他这样 倒不如使用药物更好 注射了药物的赵紫叶 很快稳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 医生来敲门 询问赵紫叶的情况 刚还是年幼时期的赵紫叶 现在却变成了大人 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谁 一睁眼 赵紫叶看见夏花 没反应过来的他 吓了一跳 夏花急忙安慰他 赵紫叶还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 夏花觉得他们有可能进入了梦境 一听到梦境 赵紫叶变了脸 大喊着不要进入梦境 会死掉的 夏花想去扶他 但是被赵紫叶一把推开 现在的赵紫叶像变了个人一样 夏花见他这样忍无可忍 冲上去 狠狠给了赵紫叶一巴掌 而赵紫叶也被这一巴掌给打迷糊了 夏花不明白 赵紫叶在害怕什么 赵紫叶也愣住了 自己在害怕什么 自己害怕的 当然是死亡了 死掉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绝对不能死 所以 其他人都很爱事的啊 为什么一路上都要他去帮忙啊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突然一声喊叫 把赵紫叶叫醒了 将他从思绪中拉了出来 原来是夏花 他哭着捧着赵紫叶的脸 现在的赵紫叶状态十分不好 他很害怕 他害怕赵紫叶也离他而去 察觉到夏花在发抖 赵紫叶才发现 他们原来都已经这么疲惫了 他想起来周一凡 不要成为鬼 而是以人的身份 对啊 没有一路上的陪伴 赵紫叶才是什么都没有 想明白的赵紫叶 说了声对不起 拉过夏花就吻了上去 男姐走到灯塔这里 突然发现下面有人 等他过去 却发现是赵紫叶和夏花 而两个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男姐抬头看向灯塔 突然瞳孔一缩 灯塔上面的窗户露出一个人影 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 赵紫叶睁开眼 这一次一定要结束整个噩梦 李明的脸近在咫尺 赵紫叶让他赶紧滚下来 现在已经没有 可以进游戏的门了 潘文汉还在生气地踹门 而赵紫叶想起来了 摸了摸口袋 掏出了之前游戏得到的拼图 碎片啊 李明那里多的是 不知道这是李明参加了多少次游戏 得到的碎片 放下最后一块拼图 终于是拼好了一整块图 原来这是一幅地图 而地图指示的方向 则是赵紫叶身后的门 大门开启 小妹的身影就在里面 其他人见终于找到了小妹 很开心 所有人也都不再犹豫 都走进了这扇门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自己 一个习惯孤独 一个厌恶孤独 成长就像两个自己在吵架 厌恶孤独地走出了房子 习惯孤独地留下来了 时间久了 明明习惯了孤独 但还是越来越怀念另一个自己 小妹大喊着 紫叶哥 拜托你找到我吧 赵紫叶猛地睁眼 李明见赵紫叶总算是醒了过来 他们的脚都被困住了 动弹不得 所有人都还以为 进了那扇门就可以 现在看来是做了梦中梦 抬头看向上面 全都是点燃的蜡烛 还在往下滴蜡 李明指了一下不远处的黑板 上面写着 打开门蜡烛就会消失了 这还是一场游戏 但是没有工具 要怎么打开门呢 赵紫叶接住滴下来的蜡 忍着痛柔成一团 随后就扔出去 砸碎了玻璃 玻璃硬生而碎 赵紫叶用衣服将碎片收集起来 还扔给李明一块 随即就开始了逃生 但是凝固的蜡实在是太硬了 玻璃碎片根本划不动 随着温度的升高 蜡烛融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李明这时候提议说 只要帮助任何一个人出去就可以了 赵紫叶也明白了李明的意思 随后下定决心 赵紫叶要和李明完成交易 当即就要让李明切断他的双腿 神父大喊着 赵紫叶 他们疯了 赵紫叶对自己下不去手 但李明一定可以 李明握着刀表示 从关节处切开脚并不难 神父不明白 为什么会到这地步 赵紫叶却解释说自己离门最近 就是出了门可能会变成大家的累赘 神父迟疑地看向 一直沉默的夏花 夏花知道自己阻止不了赵紫叶 他哭着说 一定会带着赵紫叶走下去 赵紫叶欣慰地看着他 李明趴在地上询问赵紫叶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他要开始了 赵紫叶让他速度快点 自己不想还没开门 就失去意识 李明表示当然 然后扯开赵紫叶的裤子 拿着玻璃割了下去 赵紫叶腾得面色扭曲 大叫出声 神父黯然地念着主 为什么他还处在困惑中 人们带着罪孽降生 然后一辈子都在赎罪 只有干净的灵魂 才能往生 神父回忆起 曾有盗窃犯问他 自己是否可以得到救赎 神父说着 主会宽恕他 但心里却很不屑 盗窃犯不会得到救赎 肮脏的灵魂 不配与他共处 他问主 自己是在地狱中吗 可他明明为主 保持着纯洁的灵魂 他想起 陈光曾让他给自己打掩护 这样他们都不会死 陈光不懈地问他 难道是要和其他人一起死在这里吗 面对巨大的脸谱 和死去的人 神父不想死 他又回忆起 脸谱游戏里的场景 想起自己跪在地上祈祷 问主为什么不愿意拯救他 直到他突然听到赵紫叶说 想到了活下去的办法 神父从回忆中醒来 赵紫叶还在痛苦地大叫 夏花脸扭到一边去哭泣 他大叫着停手 神父告诉赵紫叶 他一定可以上天堂 神父在这里醒来之前 做了噩梦 梦到他长出翅膀 向天堂飞去 却越飞越远 他明白自己有未熟完的嘴 神父一边将衣服向蜡烛抛去 一边大喊着 这一次 他想救赎自己 赵紫叶震惊地问他 要做什么 李明说他一件衣服 根本不能融化干净辣块 神父手里提着燃火的衣服 大喊着 这微不足道的光远远不够 一边再次将衣服向上扔去 这次衣服撞到了很多蜡烛 轰得一声火焰下落 覆盖了他全身 赵紫叶大喊着神父 然后提着李明的衣领 求他想出来办法 可李明也没有办法了 神父带着一身的火焰 一边说着没关系 一边缓缓地走过去 打开了房门 赵紫叶哭着问为什么 神父却说了和他相同的话 因为我离门比较近 紧接着 咔嚓声响起 神父打开了房门 然后缓缓地倒了下去 被火焰吞噬殆尽